大家好,是月頭的,即是大家一定會在月頭加入Patreon,整個月吃光它最好 4月9日,星期六晚9時有這個網上見面會,記得要參加 再來廢價信故事第三集,上一集就說到廢價信拿完三冠王 之後竟然是非常順利,還連續拿多了兩屆英超冠軍,是英超三連霸 的確比想像中順利得多,因為三冠王之後的曼聯又不是買了什麼敬人回來 二千年那一屆暑假,簡直是沒有買過人 而且剛剛三冠王之後,神級的守門玄書米高急流勇退 之後上來的寶斯尼治都很不穩陣,後來的太鼻亂 最終是買到神經刀巴夫斯才算好一點 當年我本身以為阿仙奴將會還以顏色 不過阿仙奴也開始出現了一些問題 首先就是安力卡的事件,他就是投奔皇馬 跟著他們的重心球員也開始接二連三離開 例如歐華馬斯和比提都相繼去巴塞 阿仙奴就開始進入重組期 收購回來的亨利也暫時未能開竅,未能獨擔大旗 而柏金也開始連華老去 加上曼聯那邊的七小福開始漸漸進入高峰期 比咸、傑、史史高斯一起配到漸漸 就享受到九二班的清分紅利 所以2000年的英超 曼聯可以拋離阿仙奴18分獲冠軍 是91分的積分 都創造了費格訊人生紀錄 不過能夠獲得這麼高分的英超分數 某程度上都是因為曼聯放棄了那一屆的捉總盃報名拳 打少了一條戰線 多了精神來踢英超 至於為何會放棄捉總盃報名拳 原因就是他們那一屆是想參加世界冠軍球會盃 而世界冠軍球會盃的比賽時間和捉總盃的時間都撞了 所以曼聯就選擇不參加捉總盃 反而造就了91分的高分 而阿仙奴為何完全威脅不到曼聯 因為阿仙奴開始逐漸變成強隊 他們就開始要打多條戰線 雲家就開始學打戰線 開始學要打歐聯 而且英超其他分子也進步神速 令到阿仙奴大受壓力 包括雲尼亞里的車路士有很大的進步 哈索賓基入23球曾經拿過金虛獎 而二十歲的泰利也逐漸露頭角 這就是奧拉里的列斯聯玩青春風暴 大家應該是挺猶身的 是玩到入去歐聯四強 澳洲孪寶維道卡基維爾 當時還是健健康康 他們的組合是令人增增樂道 而喉利亞利物浦是踢出了一段很高速度的足球 01年獲得竹總盃、聯賽盃、歐洲足協盃、社區盃和歐洲超級盃的五冠王 狀態還是很巔峰的奧運 利用了速度掩蓋各項弱點 就獲得了金球獎 而二十歲的謝拉特也當選了英超最佳新人 也開始揚名 結果亞孫奧受到這麼多球隊的干擾 他們的成績開始被比下去 英超那裡連續三年都是拿第二 叫做三亞王 當時的魂家是進入了低谷 不過其實不單止魂家入了低谷 連費加遜也開始入了溫水煮蛙的尷尬局面 雖然曼聯仍然在獲得英超冠軍 但在英超方面群雄都冒起了 令曼聯要洪霸全英格蘭本土的難度越來越大 其實他們只獲得英超冠軍 而其他杯賽成績都接二連三失敗 所以雖然是享受到清分的紅利 但另一個說法是在吃老本 可惜費加遜當時不夠危機意識 作出了一連串的錯誤判斷 去到2001年季尾 費加遜見到曼聯成為了英超歷史上第一支 英超三連霸的球隊 就打算可以實現了英格蘭頂級聯賽 歷史上從來沒有做過的紀錄 就是聯賽四連霸 是最頂尖的聯賽四連霸的創舉 當時費加遜認為曼聯很有機會在2002年的時候做到 所以他在01-02年的球季一開頭 就宣布季尾退休 以曼聯可以拿到四連霸之後急流勇退 在高峰退休 誰得知這個決定影響了整隊曼聯球員的心理 曼聯去到02年的成績很差 還被阿仙奴搶走英超冠軍 是輸了英超冠軍給阿仙奴 是四連霸的美夢終結 四連霸的美夢夢碎了 事後費加遜都承認 球季都未開始打 他就宣布退休 立即令到內部動盪 影響了戰意 是一個非常錯誤的決定 所以十年之後 他就拿了冠軍才突然退休 免得影響軍心 不過心理層面在當時來說 只不過是其中一個因素 還有其中一些因素 令到阿仙奴能夠02年擊敗萬聯 就是轉會操作因素 以及戰術部分因素 又要講回01年的暑假 當時史譚在自轉當中 竟然是爆料 說費加遜當時其實是犯了規 是繞過了PSV 燕毫分 是私底下跟他談轉會 是激怒費加遜 竟然爆這些資料出來 費加遜立即踢了他的LISO 史譚都未退休 就出自轉 還要爆料 相當奇怪 整件事搞到萬聯後防線實力大減 相反 阿仙奴在同一個時間 免費簽入了英格蘭的防守大將 蘇金堡 是著名的北倫敦這個反半 蘇金堡由熱刺做隊長的 這樣過來阿仙奴 令到阿仙奴的後防線大大增強 萬聯後防線沒有史譚 減弱了 阿仙奴增加了蘇金堡 厲害了那麼多 實力就逆轉了 後來費加遜也承認放走史譚是他一生中最初的決定 另外萬聯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收購了雲尼斯到來之後 將整個結構由4-4-2變成4-4-1-1 也就是4-2-3-1的初型 但是他找不到主角來執行這套戰術 搞到失敗了 費加遜如果當時有選東樑的話 玩這個4-4-1-1當然沒問題 有主角了 但是當時已經是2001 那麼柬東樑其實退休了很久了 費加遜就選擇用史高斯做主角 但是當時的史高斯是未學會這一點 未知怎樣禁區頂停球做主角 史高斯當時其實是一種後上殺手 入禁區頂球材或者軟射的球員 是未到這個主角位 而且費加遜在禁區頂中軟線一直以來 都是靠躍機做支點 以及單靠兩邊的屈機落底線全中波 你現在突然之間是由這些4-4-2的戰術 變成這個4-4-1-1 不再用兩邊雙翼的發動 是用中路主角發動 即是基本上立刻令到萬聯完全轉光風格 是要重新適應 變成了執行不到戰術 而相反亨利在01年終於大放二彩 全開了 阿仙奴的進攻找到重心 而亨利不停在左路左穿右插 柏金終於可以舒舒服服做助攻 那一屆亦出現了紐卡蘇的經典入球 就是出生日化的推左走右再轉身 這個柏金的經典入球 另外皮利斯也越來越上了 還有就是右手邊的龍甲堡不停做六頁插 阿仙奴的防守又強了 進攻也重獲新生命 水人射地的攻勢協助了阿仙奴在奧脫福贏球 更加在奧脫福那裡提早鳳凰 阿仙奴當時的組織實在太漂亮了 我相信當時香港很多人在這一刻成為了阿仙奴的球迷 而費格遜見到阿仙奴,見到魂加這麼成功 他真的受到重大的教訓 費格遜也知道他做不到英超四連霸的紀錄 失敗和恥辱和魂加的鞭策 令到他打消了退休的念頭 但反而令費格遜定下了更加遠大的目標 不再只想英超四連霸那麼簡單 他希望曼聯可以獲得英格蘭頂級聯賽冠軍次數多於利物浦 當時曼聯就獲得14次,而利物浦18次 即是曼聯還要獲得5次才能超越利物浦 即是說費格遜這個言論是反映了或暗示了他需要再執教曼聯一段長時間 所以費格遜一說出來之後,其實立刻穩定軍心 大家都知道費格遜會留下很久,大家都會開始定點和賣命 如果2002年阿仙奴不是進步神速 魂加的轉換操作不是贏了費格遜那麼多 費格遜就真的有機會實現到英超四連霸的美夢 然後費格遜就會跟著計劃退休 費格遜退休的話 曼聯真的很有機會趕不過利物浦的頂級聯賽冠軍次數 也不會有第二屆的歐聯冠軍 更加不會發生費格遜遇上施朗的故事 就未必有教練幫到施朗開竅 變成施朗可能是獨柳俠 其實一切一切都是魂加的鞭策 令費格遜打消退休念頭才會造就費格遜更遠大的目標和成就 所以我認為萬聯球迷其實是要多謝魂加 魂加絕對是費格遜最大的敵人 但是同一時間魂加也是費格遜的貴人 講到這裡其實很快就講到飛撲事件 即是費格遜在更衣室踢搏 一旦踢到碧咸眼眉的事件 令到佛格遜和碧咸的關係開始緊張起來的故事 但是說到這裡很可惜 我現在現實的時間是去到22年4月 4月即是又開始進入很多比賽的階段 進入英超爭前四爭冠軍的時間 我又要花很多時間去看球 所以費格遜故事暫時就先講到第三集 希望接下來暑假我會再有時間繼續講第四集 第五集、第六集 希望繼續講下去 來到Patreon 片尾彩蛋的部分 我們會再講一下當時費格遜 究竟應不應該收購雲尼斯道來和華朗呢? 這兩個收購其實算是失敗還是怎樣呢? 記得去Patreon 繼續支持下去 還有多點Like 我的影片才會被推送 我的頻道才會增長 多謝 如果你都想對於何榮的堅持 去作出實質性的支持 你可以加入Patreon 其實港幣40元都不用就很幫到手 已經聽完所有Youtube可以聽的片 亦都有片尾彩蛋 還有獨家的Patreon 節目 包括預測和其他的節目 當然就是沒有廣告的了 7元美金的話 再加上每個月兩次的專屬直播 收到賽前的陣容 再有30分鐘的直播預測 9元美金就有精裝版的微觀昇華同步 現在的微觀昇華同步就去到精裝版了 是會對比本周所有的賽事 來一些更加清晰更加精闢的評論 是不會重複是蔡侯萍當中講過的論點 是有更加多額外的更加深層次的分析 希望在Patreon 見到大家 如果你是沒有信用卡的話 不要緊要 你可以裝一個拍著照 即是Tap and Go 的程式入手機裡面 或者八達通 App 入手機裡面 然後你就去便利店增值 就可以當信用卡這樣使用 多謝大家 拜拜